Hello 大家好 今天打的關卡是 避沙門天 都很久沒用過我們的溫體尼 今場就用回打避沙門天 其實我本來想選兩隻溫體尼 不過始終很有方便借不到什麼 因為很少人掛人妖 簡單來說就是看到有人掛這個童子 但他那顆童子又不太適合打 即是不太適合八企一下殺小怪 所以我選用一隻溫體尼就算了 沒辦法 看看遲些會不會有機會再用溫體尼闖關 因為暫時的出場機會都沒什麼 大家都看到 今次就純粹用一隻溫體尼打 很快已經搞定第一關了 都來不及說了 其實避沙門天這關難難打 其實有幾樣東西 主要難難打的地方在於 首先會死的關卡 我覺得主要是Battle 1 上慘之後那關的中Boss 那關稍後再說了 二血這次的影片主要跟大家再重溫多次避沙門天的打法 入二血 即是入二關之前 最好反射角色是在上面 因為在下面的話就會被啫喱怪封死了 在上面的話 現在可以先殺到復活怪 加上回血 其實這一下太斜了 如果像我現在的血量已經損失過半 那我建議不要一次過清掉怪 那你就留一點 然後一會去回血 糟糕 SIT 現在都可以 對 對 這樣回 對 對 那盡量反射角色就不要在畫面的右上角 因為右上角是上慘謙遜的位 因為一開始有兩個盾擋住了 如果在那個位置很容易被啫死 就出不回來 對 好像我人妖這個位置都OK 人妖和白奇的位置都OK 這樣入關 對 如果你在右上角可能會被啫死 這裡就要說一說 我們要優先清掉 這個反射不是亂清的 我們下隻到西和武 所以一定要先清掉西和武 那兩隻怪 之後那隻角色才可以 對 這個清怪 你要看自己下隻到哪隻角色 幫他清掉路 對 你要幾隻一起合作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說 貪順手清掉左手邊那兩隻 因為如果這樣 你下隻西和武 就會動不了 這個小小的技巧 這個 上層這關我建議說過 其實最好就給這個 貫通角色入關 下關 這個最好就給反射角色殺了上層 然後就貫通角色入關 下關是有五隻小怪 裡面會有三隻都是貫通怪 其中是下面那隻貫通怪 會隔開了反射怪 比較難一次就清了 這裡就死了 這樣故意不殺他 其實有點危險 但是 這裡比較危險 你比下一關危險 下一關是會死人的 這裡我考慮一下要怎樣殺他 行不行 為什麼我這次要這樣彈 其實我不想先讓溫體力入關 先讓溫體力入關 很麻煩 比反射 沒有辦法 溫體力殺了他 因為這關不殺他 很麻煩 下關放雙技加復活 會扣很多 人妖這個位置可以 如果反射角色在上面 就最好不要入關 人妖可以開貫通 直接瞄他兩隻 才不用客氣 對 好漂亮 這下有點運氣成份 因為他的絕招加了速 所以才夠力 勾上去殺三隻 正常的貫通角色 很少會這麼高 速度高到可以這樣殺 因為你中途有些東西擋住 你減速減得很厲害 對 如果現在這樣打就非常安全 OK 吉伯奇左右殺小怪加回合血就可以了 對 例如就是 2 7 真的ervous 我試試了 琳辯 高 liberals 賺滿強 1985 x4 左右和上下彈 會比較少 好 剛才決定 水平 可以回 1 3 這是我憑自己的經驗得出的結果 這關就有很多人不懂得打 上面兩彎 下面一彎 總之下面一彎 上面兩彎的時候你就要殺了下面一彎 假設我剛剛那隻殺不死 現在兩隻得分一彎 很多人很守恨 那些人一定會殺了復活怪 如果彎數不對我就是不殺 我寧願不打 我不會再殺了復活怪 然後又復活回另一隻 很多人有這個壞的習慣 即是彎數不對他都照打 這些是手行還是手箭 一定要殺 如果是我可以怎樣做 可以特意撞一下減速怪 特意撞到減速怪停了就算了 即是那一彎是可以不打的 不是一定要打的 這些是很多人沒有想過 他們覺得怎麼會不打 不打不打就很蝕 對 對 打完之後他回滿回血 即是回滿回血更差 你不打 可以這麼說 那這次我清得太快 沒得示範了 對 很輕鬆就清掉了 這裡很重要 然後入王關就不要讓溫堤入關 對 你讓他入王關是殺不死的那些嬰兒怪 對 那這個我的情況特殊一點 其實正常你都應該不會太噁心 那這裡我就要硬吃他一下地裡 即是落石 應該回得回 所以不怕 因為回復牆就不會太快消失 這裡橫片都可以 因為下去都會減速 對 對 對 人妖殺就給西和武入關 OK 吃完兩隻蟹 確保他一定會回滿血 先說不說那麼多 對 這樣就好看 西和武的位置不太好看 OK 在這裡的位置如果要殺兩隻可以的 是可以的 理論上 但我這一下就失敗了 對 對 這一下是我彈得衰 正常是可以殺到兩隻的 這樣也不要緊的 八旗我這裡不太會彈 其實我是比較 很少可以殺兩隻的 通常都 這次輸掉了 這次OK 最好殺到兩隻 血量維持在五萬以上都安全 四萬至五萬以上 即是雙技會扣多一點 這裡為什麼我不殺那隻 因為反正一下都殺不死 不要加那麼多 回一回血算數 這裡回血很重要 對 不要貪圖那些拉線攻擊之類 不要打橫卡牆這些 不要做這些弱智行為 回滿航拳是比輸出更重要的 對 很多時候看形勢都不要 我一眼扣王城大半 然後下一回合被殺了 對 這些是弱智的 即是不懂得看形勢的 OK 那下一回合是雙技 雙技會向左邊移動 所以就盡量避一避 很少人會避 比沙門天的大技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很麻煩 我看到很多人明知 人家開雙技還會強行衝過去 這次也是失敗 但是我 持住自己的血多 這次我就不想殺他 因為下一回合不打人 我們先回血先 OK 嘩 在下面 對 這樣 盡量回血 可以 OK 一般 一般 好 這樣 這關是貫通入先 還是反射入先 最好還是貫通入先 因為貫通是易殺 你看到他的位置是易殺 反射他在兩個對角 因為有兩隻貫通怪遮住 你是很難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一次殺 除了講運氣之外 但貫通入先 你看到現在這樣清了兩隻東西 在中間那兩隻 反射去清怪 你會發覺是容易 條路空了很多 相對上易清怪 對 當然 只剩一隻黃單挑 是不難的 大家知道 只是打鬥魔 我們拉線加回血 回一下 好嗎 好 射在這個位置很嚴重 被他踩 人鳥這次真的要貪一貪 我們就不理回復場 直接爆弱點 我覺得這次不太好 我覺得這一下 這一下斜了少少 這裡就直接薄血 西王武本身自己有回復 撞了三隻 其實你看到血量都回得多 OK 其實你看到現在四個絕招 亂開都可以 對 由於絕招太多的關係 所以八旗是不用猶豫的 現在就先開絕招 自在清怪 其實小怪打人是很痛的 很多人是不略了這件事 很多人一開球是不清小怪 我看到他選擇去打一隻黃 是很弱智的 因為你看到小怪的斗 一回合扣了萬多 兩隻扣萬多 四隻扣兩萬多 每回合這樣算 你似蕭比獎是扣得很多 所以殺小怪 我什麼時候都說是優先的 優先要做的事就搞定 那我開了無敵 你來我何 好 即是只剩下一個問題 這一下我們 看看可不可以一下KO 我們拉一條線 片藥點 不理小怪 因為這回合不死 我西禍武 下回合扣一塊石 都死定了 OK WOW 250萬一下搞定 所以為什麼我說人妖 我會給他S的原因 就是他實在太方便了 人妖 各方面的性能 對 大致上 這次的問題 你看到 就算帶一隻不太適合的角色 都還可以 打避山門天 因為避山門天 我不覺得難 當然 你的角色齊齊齊齊齊齊 有人妖 有西禍武 然後 想著 你擁有白旗 或者 其實跟著你想些什麼都可以 其實說真的 看你自己 喜歡的 其實說真的 那 這次 沒辦法 只帶一隻問題來 我們看看下次 會不會有機會 再見到問題來 那 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